經歷超過一年的等待 2020東京奧運終於在上週五點燃戰火 來自全球各地206個國家的運動好手們齊聚一堂 為的就是爭奪體育賽會中的最高榮耀 而此次賽會台灣同樣是精銳進出 在18個項目中派出68位好手 站上了世界殿堂 期望能以運動場上的好表現讓世界看見台灣 但關於奧運你的了解有多少 這期影片就來談談關於奧運你該知道的事 奧運起源於西元前776年為希臘當時的宗教活動 人們為了展現強健的體魄 在祭祀天神宗師聖地奧林匹亞舉辦運動比賽 起初的奧運當然沒有像現在有那麼多不同的項目 就是比跑步、活動、還有一些投資性的比賽 但到了西元394年 佔領希臘的羅馬帝國國王宣布終止奧運會 就像奧運終止了一千多年的時間 直到1894年 法國有位教育家古伯坦認為 教育應該重視體育 建議恢復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 並在1896年舉辦了第一屆現代奧運會 現在我們看到的奧運五環 也是由現代奧運之父古伯坦所設計 包含了藍、黃、黑、綠以及紅色 五種顏色的圓環所組成 大多數的人可能認為 這五個顏色代表世界五大洲的團結 以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州 雖然過去奧運的官方手冊也曾指出 奧運五環分別象徵著五大洲 但在1951年之後 這句話就從官方手冊上移出 因此並無法證明 這就是古伯坦設計奧運五環的原意 曾有研究指出奧運五環設計的原意 是代表所有參賽國的國旗顏色 古伯坦希望所有參賽國的國旗顏色 都至少能有一種出現在 奧林匹克五環的標誌當中 所以並不是以圓環的顏色來代表各州 而又有另一個有趣的說法是 這五環代表的是前五個 舉辦現代奧運的舉辦國 分別是希臘、法國、美國、英國以及瑞典 古伯坦原本還打算每增加一個新的主辦國 就要增加一個圓環在標誌上 但是後來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讓古伯坦對下一個主辦國 德國產生反感 因此打消了這個念頭 要是真的照他原本的意思 每增加一個主辦國就要多一個圓環的話 現在的奧運標誌應該長這樣 不過從奧林匹克現帳中有提到 奧運的標誌象徵全世界五大洲的聯合運動會 但世界上明明有三大洋、七大洲 這五大洲是從何而來 而其他兩個洲又到哪裡去了 根據學者研究 當初國際奧會並未視非洲為一個分開的大陸 像一開始南非的白人在參賽時 仍是以母國、英國的名義參加的 另外早期沒有人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南極州 也沒有被列入 但不論五環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他都已經成為全世界上辨識度最高的標誌之一 截至目前我們中華隊的選手 拿下了兩贏兩同的成績 替國家奪牌的選手瞬間聲勢大整 國民男友、國民女友都出來了 不過除了這些站上頒獎台的台灣之光 中華隊還有很多努力不懈的選手 值得被大家關注 像是滑船選手黃毅婷 蜻蜓選手張竹涵 馬術選手、陳孝曼等等 這些相對於比較少人關注到的選手們 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並不會比拿到獎牌的選手少 但是在台灣感覺不拿到獎牌就不是選手一樣 回國後仍然是個Nobody 選手在得獎之前乏人問津 得獎後才奉上獎金 雖然拿到名次之後的待遇不算太差啦 但在你出名前誰理你 你只能靠你自己爬上去那個位置 問題是前期的投入資源是多麼的有限 導致真正留在體育這條路上的人又有多少 從小到大聽過幾次練體育沒錄用 讀體育系之後要幹嘛這類的話 這是對整個大環境的無奈 但若身為選手的你還是只能做好自己該做的 不要去想別人能給你帶來什麼 反而要思考自己可以為別人帶來什麼 這樣可能還無神的多 因為說再多也改變不了什麼 畢竟我也是個Nobody 繼續做好自己該做的 自己能做的 或是在奧運之後也能偶爾多關心一下台灣體育 不論是職棒、直男、學生運動 乃至基層小朋友們的運動 支持一定能化為力量 希望你也能透過接觸運動、觀賞運動 甚至是培養一個運動喜好 體會運動為你帶來的感動 期待未來台灣體育能夠越來越好 詞曲 詞 retain 電子育能夠越來越來越多 支持你 攝影師 testament, 電子肌肉 高刺痛 電子肌肉 高刺痛 電子肌肉 高刺痛 電子肌肉 對阿貴風 空刺痛 電子肌肉 高刺痛 電子肌肉